那我们来看一下 吴子佳董事长 梅丽岛电子报民调 就是吴子佳董事长 这边所主导嘛 问他 柯迎配民调跌破了15% 他说柯文哲当然不会 不想救自己的民调 但是没办法啦 为什么没办法 因为总统大选格局太大了啦 更何况接下来的造势啊 造势都是要动员的 不管怎样一定要动员 靠理念 靠你的三寸不赖之蛇 也要靠动员 有这个动员的能耐吗 到时候大家都是空拍 继续空拍 那个场子高下立见 你人那里里啦啦 人家都是这个几万人 所以就是没办法啦 就是没办法 那这个我们看到 神父熊神大佬 也是这个政坛的精算师 他说呢 他看到民调 马上打电话给赵少康 他说他有一番论述 大家自己去看 他说那个情况 我真的会怕哦 怕什么 他看到民调之后他会怕 但再看下去 他觉得隧道的终点的光出来了 他告诉大家啊 过去总统大选当选的 这一组的选民啊 中间选民一定都是30%以上 那你看到赖清德 目前的中间选民啊 不够26 侯友宜是17 19啊 那他说侯友宜如果说 可以翻到27 28 有希望 所以重点是中间选民啊 那赖清德如果中间选民 能够翻到35的话 那大概都是稳了 所以侯友宜的这个部分是有机会再搏的 那林卓水呢 台独大师他说呢 柯文哲从这个17.7掉破了15% 那从军月会前26到现在才10天就腰斩 特别是在年轻选票等三项数据当中呢 恐怖啊 柯文哲的大本营已经攻破了 到此刻为止 虽然说我们暂时好像可以把柯文哲放到一边 但是待会的这个安哲秀上映恐怕就没办法嘛 所以这两份民调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们稍后进步来解读 从这些民调的微幅的上扬 或是下跌的趋势当中 你看到了什么 特别是从蓝军从政党轮替的角度来看 大家再给一些方法好不好 怎么样达到中间选民往上拉 怎么样达到政党轮替的目的 这是大家最终的希望 在风餐的民调当中呢 有个细节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大家觉得接下来就是气宝嘛 当然这个气宝这个词呢 用得好不好 今天下午在这个委员亮哥呢 在这个下午我们的节目当中 提出一个观点 不要再讲气宝 要讲什么都是胜利的概念 对不对 都是胜利的概念 稍后我让委员来谈一下 但是我们看到 风餐的民调当中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呢你想要投的那个候选组合 它看起来是没有机会当选的话 那你要改变的投票对象是谁 这个很重要 本来支持赖清德的支持者当中呢 假设发现赖清德当选无望的话 那其中13.9%会转投侯友谊 17%会转投柯文哲 这个比例好像比大家想象的差距没有那么大 对不对 你注意哦 赖清德的支持者当中呢 13.9%转投侯友谊 17.7%转投柯文哲 那么在侯友谊的支持者当中 万一发现侯友谊当选无望 9.2%转投赖清德 23%转投柯文哲 所以你看到这两组有没有 有些猫腻 那么在柯文哲的支持者当中呢 不是说他是浅绿的吗 那有15.2%会转投赖消费 但是有24.2%会转投侯友谊 所以委员怎么看这些民调 你看那个转投效应的调查里面 侯友谊跟柯文哲各有将近四分之一 互相转投 这证实我们一路观察的 就是这些人是希望政党轮替 那要想政党轮替 所以如果是侯友谊的四分之一的人 觉得侯友谊当选不了 他投的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的支持者里面 四分之一觉得柯文哲当选不了 就投侯友谊 你看刚好都四分之一 所以为什么推动蓝白河 很重要就在这里 各有四分之一 那现在好吧 已经蓝白切了 那蓝白切也要寻求 任何可能政党轮替的机会 因为这四分之一 就是我不晓得侯友谊好 柯文哲好 那好吧好吧 如果说我确定哪一个人当选不了 那我就想办法 来支持另外一个会当选的人 四分之一在选举上 那是很大一个数字 很大 就表示侯友谊的支持者 四个人里面 有一个要投柯文哲 柯文哲的支持者里面 四个人里面 有一个要投侯友谊 那还不够清楚 然后我就始终不懂 就是说蓝白切了以后 有很多蓝领的人 或者名嘴或者等等 在骂柯文哲 那柯文哲的人也在骂 你们在干什么 对不对 说不客你们孪生兄弟 四分之一的血统相同 各自四分之一血统相同 所以赵少康算是很明智的人 第一天讲说 我要把柯文哲 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下 那侯友谊就当选了 结果在柯文哲 掉到百分之十五以下 侯友谊还上不来 就比方说重叠度还在 还在 那这个重叠度还在的话 赵少康很快就回省了 哎呀不不 我们如果执政的话 我们白领的人可以认识 反应真的很快 哎呀不错 他这个反应真的发现不对 赶快转向 赶快做调整的 这是对的 可是力道还不够 所以表示在民调上 还没有显示出来 那如果说能够 运作到一定程度 表达一定的善意 那很简单 比如说你看 这个韩国瑜跑去帮 蔡壁如站台 对不对 我觉得韩国瑜应该去 把台北新北市的 李友宜站台 为什么 就是都没有国民党候选 国民党没有派人候选 选举嘛 那 其实没什么坏处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你如果说总统副总统候选 不方便去帮白领的人站台 我也讲不懂这什么道理 你不欢迎他来站台OK 可是你自己不去帮人站台也怪 就 现在卢秀恩 跑到前面 我觉得卢秀恩是所有的 国民党政治团队员 因为智慧最高了 我敢跟他讲 智慧最高 他早就发现这种现象了 一直默默在经营 你看 他亲自挂这个 蔡壁如的竞选总部主委 那就是希望说 你们万一发现 柯文哲不行的话 可不可以帮个忙 救援一下 当救援投手嘛 可是卢秀恩是花很长时间经营 听说国民党中央党部 有一些智商低于一百的 好像 一百的不错 还怪他说 你干嘛去当他竞选总部主委啊 那边没有国民党候选人啊 共同对手 这民进党的蔡其昌啊 那你为什么不支援他一下呢 因为你做了以后 白的选民总是会觉得 好吧 我回报你一下吧 对 那总是会的嘛 所以就像是这个沈大佬讲的 他认为还是中间选民决定胜负嘛 那中间选民事实上啊 其实现在想象的可能就是政党轮替 他的这个 就是那四分之一啊 对就是那四分之一嘛 应该这么讲啦 现在的定义的中间选民 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你看哦 三个人的支持度加起来都超过八成 就表示这个民调已经到极限了 对 已经到极限了 不可能超过九成 从来没有这个数字吧 那你已经超过八成 就表示中间选民都在哪里啊 来的绿的 中间选民都在白的 都在支持科问的这些人 那中间选民他已经是 也缩小到了 以丰山民调只有18.6 然后以这个 这个谁啊 以这个美丽岛啊 他已经缩小到14.8 中间选民到这边 再缩小的空间就没有了 基本上就没有了 所以要争取他们的支持 就要争取他们心中 想要支持到偶像的支持 这关键很重要 就是即使如此里面 他还要表态 支持科问者 那就表示这是很铁的嘛 那很铁的 所以要如何去释放这个包容吗 那我再会提出所谓 安哲秀的效应 安哲秀 那因为你可能不方便 让科问者起来说 那我今天支持 赵少康 侯友宜 侯友宜赵少康 对不对 可能这个关卡上不方便的话 还是很多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 这个侯友宜赵少康可以主动啊 哎呀 这个民众党的政策 跟我们并没有什么差别啊 所以两个一家亲 我们接受 对不对 那他说这个要财政拘律 我们得接受 他说政策我们都接受 他的政策80% 90% 我们都接受 那可是为了共同履行 这个我们都同意的政策 那如果国民党当选总统 哎呀 我们会尊重 任命行政院长 尊重民众党所属于的人选 这不会有被弃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因为大家说蓝白河破局之后 就是弃宝 但弃宝被弃的一方 你有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我被弃 那我当然就 更集中了 对 我就绝成而离开嘛 头一不回地离开 你都要弃我 我还会理你嘛 我不会整个搬 整碗搬去嘛 我不会整碗 整碗搬去 整碗捧去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弃宝 是包容 对 用爱来包容 对 安泽秀也是这样子啊 尹席月是用0.7赢 对啊 赢得非常少 对啊 0.7赢 但就是关键啊 这是关键啊 那个2024年阿扁 赢那个谁 赢那个连战啊 是0.2啊 你要这样想啊 对啊 所以0.7赢啊 所以安泽秀是个很关键的嘛 本来尹席月是落后的哦 对啊 对啊 然后就以0.7赢 你也不能 那那个人尹席月 也讲得很清楚啊 他说 安泽秀主张的 通通通包了 通通我主张 安泽秀要推荐谁 本来要在安泽秀路上 安泽秀我不要 我喜欢当国会议员 好是要继续当国会议员 就这样子啊 所以你政策共同 你方向共同 你人事包容 他就不会有被弃的感觉 所以安泽秀的支持者 觉得我投给尹席月 好像我没输嘛 对对对 你干嘛给他输的感觉 你给他输的感觉啦 他就跟你反抗 你就没票 对不对 对对没有错 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 一个政治心理学 对啊 今天委员亮哥都提醒大家 不要让白的有被弃的感觉 有输的感觉 让他有我投你 我也是赢 我没有输的一个感觉 我让韩冰补一下好了 因为在刚刚 韩冰还没到的时候 这包括委员 包括帅将军 都提到了这个安泽秀效应 还接下来怎么做 就大家不要再讲气宝 因为这个气真的不太好听 对不对 如果希望争取选票的极大话 帅将军讲得很好 合作啦 尊重啊 等等 那你看到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例子 四大山头回归挺猴 之前为什么不挺猴 大家都知道嘛 跟着辣碗包一路走来 当时的时空背景 跟现在的时空背景 所以大环境还是大于个人 那现在的情势来讲 当然就回来了 所以呢 所以这个安泽秀效应怎么样 我们看到在这个高层的动员 所以国民党的中央 真的要拿出点方法 比方说你看到 当这个卢秀燕 蔡壁如 大家知道挂名这个主委 那你看到 韩国瑜 韩国瑜也动起来了 他现在脸书上分享 上星期非常忙碌 从北到南到东 短短三天 几乎走遍全台湾 帮这个优秀的立委候选人 来辅选 然后他就站出来了 12月16号 妙果开讲 他就要公开帮蔡壁如站台 所以你觉得呢 这些一切的 尊重也好 和做也好的一些态度 能够让台湾的安哲秀 效应发效 能够把这个侯友宜 送上这个总统的宝座 你觉得可以造成政党轮替吗 我觉得两党 虽然在总统方面 没办法合作 但是立委方面 一直都有在合作 那既然有在合作 就没有必要撕破脸 特别是在很多选区 就是蓝或白 都只有提一个人 都没有共同提的 没有竞争对手的话 那就是大家互相支援 我觉得没什么好讲 因为就算总统这边 买卖做不成 至少立委这边 我们还有共同的目标 就是要政党 就是让那个国会 让民进党没有办法过半 所以现在很多选区 其实有人算 差不多全台湾的十个选区 都是五五波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能够集合 所有的在野力量 把民进党的立法员拉下来 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 对蓝白的共同利益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阵子我一直很忧心就是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 还陷在那个情绪的时候出不来 不管蓝的也好 白的也好 就是喜欢到 对或是某一些 他看不爽的地方 就去故意留言 就去谩骂 那请问一下 这样搞到最后是什么 好就算你今天 你很爽 去把白的全部骂翻了 请问一下蓝的 会因为这样多票吗 完全不会啊 那白的也是一样 你白的去到处留言 就把蓝的全部骂了一遍 骂完一遍之后呢 你也只剩下你的同文层 蓝白虽然理念不同 很多方法不一样 但是共同的目标 就是政党人体嘛 所以我觉得 没有就是好 我可以理解 稍微要情绪发泄一下 人都有情绪嘛 我们都是感情的动物 但是发泄个几天 两个礼拜已经够了吧 不用再发泄了吧 接下来还是要把眼光放远 看到最终大选的结果 在立委这边 大家共同努力 那至于说总统这边 其实大家就看嘛 因为慢慢慢慢慢慢 我一直 我到现在还是维持一样 我跟之前蓝白虽之间 完全要没变 就是到最后谁最可能当选 我就投给谁 我一直都是这样 我没有差别 因为谁当选对我来讲都一样 重点我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把民进党拉下来 不要让赖清德当选 对我来讲这才是最重要 所以这有时候不要去争 也不用去什么气宝 选民自己会去选择 但大家先合作 不要二言相向 然后彼此共同努力 这样就对 那剩下来就各凭本事嘛 谁能够把自己的声势冲高 那大家就去支持他 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技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